我去这不比上次都轻啊 前几天呢 收到一个粉丝给我发私信啊 说大兴你说好的买股民 然后怎么不买了啊 我以约中好像记得 之前是买过一个那个 蜜雪冰城买光的是吧 然后我看了一下投票呢 新查理和股民 想看的人最多的还是那个股民 80%多人想看 所以今天呢 咱们话不多说啊 挑战买光股民店里面 所有的单品到底要花多少钱 另外呢 再看一下哪一款最好喝 我依稀记得啊 上次那个蜜雪冰城的话呢 其实不是很贵啊 只要300多块钱 它的品类很多 对品类多 反正我抱起来都很重啊 所以今天就看看这个股民是什么情况啊 来吧 我们就只买最普通的那个单品 它这里你看啊 加料啊什么的 我们都不买啊 然后全买它的那个推荐 默认糖 灵糖的我们不买啊 它推荐什么 我们买什么 厚道茫茫榴莲 然后如果有大中杯的话呢 我们就买中杯的啊 因为买的比较多 然后这个芝士梅 没有我记得还可以 有两款没有啊 豆奶 还有这个宝石绿豆冰 这应该可能夏天会有 现在就买了四样 就花了七十兄弟们 这真贵啊 然后这个芋泥小丸子啊 梅梅奶麻薯 其实里面我觉得好喝一点的 就是羊枝甘露 我觉得还行啊 就是比较贵 桂花酒酿 桂花乌龙 桂花酒酿小丸子 这几个受庆了啊 下一个就是果茶系列了 酒杯现在是144块 羊枝甘露啊 直接买中杯 百香双丛咒 这个有点像是那个coco里面的 这个是妙手冰莓菊 好多品我都真的没喝过 12杯是182 这是茶系列 芝士茉莉茶 取香茉莉茶 淘气乌龙茶 什么都有 奶茶三拼 布雷脆脆奶芙 大叔奶茶 古名奶茶最便宜 9块钱 然后雪糯米 中杯的和大杯的都是贵1块钱 好 现在是23杯 还有抹茶系列 现在估计应该差不多 我觉得应该也不会超过500块 它的品类没有蜜血的多哈 对 因为现在才20多杯嘛 嫩仙草满芙 流沙芋泥 布丁西米露 流沙芋泥茫茫 麻薯椰奶 麻薯燕麦奶 应该就没有了 底下是加料的 那加料的我们就不买好吧 总共是31个品 有7个品是没有的 如果加上这7个品的话 我估计可能就是500块钱左右 就能够买光股民里面所有的单品 目前的话呢是409块啊 来吧我直接结算哈 下单成功啊 其实你要这样说也差不太多 那个蜜血冰城总共是39样 大概就40多样单品 我买了几个套餐嘛 367块 其实差的不多 我当时可能以为 就如果买光的话 可能要花500块钱 但是没有啊 430就能够买光 如果加上它里面没售性的品 大概就是500块钱 差不多 那当然了 下期咱们就挑两个啊 一个是茶百道 另外一个是清茶礼 到时候我会发几个投票啊 各位想看哪个就投哪个 另外顺便帮忙 点赞支持一波 点赞达到2万 下期咱们速更 这么多啊 我去这不比上次的轻啊 全在这啊 总共31杯 除了三杯没有的啊 它退了三杯 然后钱是装在里面了啊 咱们直接拿出来 好吧 OK兄弟们啊 东西全在这 这次的话呢 稍微分了一下 但是感觉它这个包装 这个木丝化 我说实话 做的不是特别好看 这边全部都是果茶区 你看是透明的 对吧 这一看就知道草莓的 啊 这是茉莉 杨枝甘露 绿泥的呢 它也是个透明的 这个杯子装的啊 然后这边就是奶茶区 奶茶区呢 全部都是这种的 看不见里面 唯独这两个大桶是还可以啊 这个也是小小的烧烟草 反正总共就这一堆啊 28样品 花了397块钱 因为本来是花了430嘛 然后有三个品没有 它就给我退了33 所以实际上 我们这里是花了397 那咱们就直接来尝一下啊 那杨枝甘露的话 我就不喝啊 这个东西我之前喝过 尝一个没喝过的吧 厚道茫茫榴莲 你尝这个 这个应该是新品 那它有一个榴莲没有 应该是 尝一下这个呗 深椰抹茶马蜀 行 这个我怎么没吃到马蜀啊 这里面全是珍珠啊 我吃到了芒果 还有榴莲 这是我第一次喝奶茶 吃到榴莲 好喝吧 我这一杯14块 我这一杯 还行吧 你那杯17 17 榴莲嘛 这个其实还行 总体来说不算差 这个我觉得我老婆应该喜欢喝 她喜欢喝抹茶的 我觉得这个榴莲的狂热爱好者 可以去尝一下 那你这个就是还行 还行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榴莲嘛 来下一个啊 我喝这个榴莲芋泥茫茫 你喝这个榴莲芋泥叶叶 我真觉得现在奶茶做的真像粥啊 糊在上面也不会冻 这个是15块钱一杯啊 扎进去感觉料很足啊 我这个14块钱一杯 我这个还可以 很香的一股芒果味 你看我这个都不再下去了 好喝吧 我觉得有点太浓了 苦嘴 淤泥它就是这样的 不是很喜欢 这个还行 榴莲芋泥茫茫 你那个有椰子味吗 嗯 我觉得芒果味会更清香一点 因为现在夏天快到了啊 建议你们去尝这个 淤泥茫茫 来下一个啊 茉莉奶芙和这个 布雷脆脆奶芙啊 然后它这个茉莉奶芙 是上面要加那个奶盖的啊 第一次自己动手 有奶油嘛 嗯对 再加一点皮根果 就是这样的啊 成品 我这个我这个感觉是巧克力味的 哎呀 就你们啊 这个16块钱一杯 建议你们别去买啊 不像巧克力味 又不像咖啡味 从布雷脆脆味 我是真搞不懂 你看我这个 哦 我知道这个像什么了 好熟悉的味道 我刚才一切想不起来 茉莉悦色吧 茉莉悦色那个叫什么 幽兰拿铁 幽兰拿铁 忘了味道 跟那个差不多 真差不多 就是可能没有它浓 低配版的幽兰拿铁 那就差不多是这个东西 然后那个什么古名奶茶 奶茶三拼 大叔奶茶 那个都是普通的 我们就不喝啊 这两个 我这个是墨香云顶抹茶 淘气云顶抹茶 这个抹茶跟这个抹茶 这个更好喝一点 这是15 这个还可以 我这个也还行 真的有一股桃子味了 我就有一股茉莉花香 就是如果有喜欢吃抹茶味的饮品的 可以尝一下这个 喝完之后 就不光有那个抹茶的味道 嘴巴里面还有那种桃子的香味 有桃子肉不 就桃香是吧 桃气啊 人家桃气 名字很刁钻 如果是有桃肉的就是什么 桃桃云顶抹茶 对 桃桃 来 这个芝士眉眉啊 摇完之后是这样的 这个跟之前那个芝士西瓜差不多 估计过一段时间 芝士西瓜应该就有了 这个是芝士眉眉啊 20块钱一杯 应该是属于是最贵的一杯 尝一下 这个我之前喝过 其实还可以 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 那个草莓的那种小渣 果肉比较多 哎 两样一样的 你尝一下 你尝一下 我发现一个bug 这三款都是茉莉 看到没 最普通的什么都没加 6块钱一杯 然后如果你加了一点点芝士 就卖了13 然后它这个呢 是又加了坚果 又加了奶油 里面可能还加了一点奶 它叫奶芙嘛 然后卖15块钱一杯 反正这三个 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只是喜欢喝茉莉水的话呢 那你就买这个 茉莉茶嘛 6块钱一杯 然后这两个 我觉得建议你买13的 这个的话呢 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啊 加了一点奶 然后加了一点碧根果 还有一点那个奶油 但是加两块钱 我觉得这个也还可以买 但是这个比太多啊 哦 这大杯的 哈哈哈 反正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啊 我觉得应该是 除了它家的羊子甘露 这个可能是贵啊 对 20块钱一杯 这确实贵 但里面确实能喝到那个草莓 对最后我再尝了这个啊 这个是烧仙草 这个我吃过 刚出的时候我就吃过 它这个烧仙草的真滑呀 好嫩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嫩的烧仙草 料其实挺足的啊 卖13块钱一杯 喝起来还是可以 最后我稍微排比一下啊 我觉得最好喝的 流沙芋泥茫茫 这个还可以 然后我喝过的就是这个嘛 芝士眉眉 这个最好喝 还有就是这个 嫩仙草满福 如果要我推荐哈 我觉得这三个 淘气云顶抹茶 然后榴莲 还有一个芝士茉莉 我最推荐的是这个 就13块钱 然后的话分量也比较多 我觉得还可以 它喝的不腻 你知道吧 另外啊 这两个纯的茶只卖6块钱啊 有一点像那个冷脆的茶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淘气乌龙 这个也还行 我们喝茶喝的比较多 随着年龄慢慢增长 对于奶茶的话 确实喝的会比较少一些 对 因为奶茶会越喝越腻 所以以后啊 大家如果陪女朋友去奶茶店啊 买奶茶 你女朋友想喝奶茶的话 你不太想喝 但是怕女朋友生气 这个 那你就可以来一杯淘气乌龙或者茉莉 这是纯茶嘛 女朋友喝奶茶喝腻了 给她尝一口这个 对对对 清新 好吧 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各位想看后续的新茶礼 还有那个茶配道 本条视频帮忙点赞支持一波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剩下还有好几杯 那就等会儿给他们分一分 不要浪费 我喝过的我待会就给我老婆尝一下 我喝过的给我老婆也